麦子全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成都会自动力的刘德宝 咱们今天这次课程呢 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UFT这个自动化做事工具 它的录制和回放的原理 录制和回放的原理 那么在上次课当中呢 大家已经介绍了一下 如何利用UFT进行什么样 脚本的录制 那咱们今天呢 就把这整个的一个过程 给大家做一个剖析 那么首先呢 咱们还是把这个UFT打开 打开以后的话呢 我们来把整个录制过程 来做个分解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在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在启动的时候 它有一个叫做什么样 插件管理器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默认提供了三种免费的license 一个是ActiveX 一个是Vicious Basic Basic 还有一个是Web 那么我这里面呢 计划呢 是对这个UFT自带的那个飞机订票系统 CS结构的飞机订票系统 进行一个脚本的录制和回放 所以说呢 我选的是ActiveX和Vicious Basic 那这里面我们有勾Web这种模式 那大家呢 看我这里面默认勾都是这两个 勾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过程先做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讲整个原理 确定 确定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呢 到这个脚本里面以后 就进行脚本录制 到这个UFT界面以后 我们进行脚本录制 然后呢 我们新建一个脚本 新建一个脚本 新建一个测试test 名字就无所谓了 我这里默认就这样子了 点创建 好 好 接下来等到这个界面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点一下录制 下面有一个录制和运行时设置 那么这里面的话 我们呢 不要选上面这个默认 就仅在以下应用程序上 录制和运行 然后呢 我们添加一下 我要录制的这个 飞机电片系统 默认的路径 OK 你点了这个 加号 自动的就会补出来了 如果是你没有改过 它默认路径的话 确定 大家看一下 应用程序的路径 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应用 OK 然后呢 那我们点录制 这个是大家注意了 你看啊 当你点录制以后 它立刻就把这个什么呀 应用程序启动 运行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大家注意看啊 我输入一下 Makery 在Agent name里面 用户名里面输入这个Makery 好 这个时候当我 注意啊 当我鼠标 切换这个焦点以后 然后大家看到 正在录制这个 GUI test 后面事件就多了一个 然后呢 接下来 我在password里面 再输入 Makery 好 这次又看到没有 当我再点OK的时候 大家看到没有 出现了两个事件 其实就是 在你的这个 密码和我点OK 那个按钮 这两个事件上面 做了记录 然后呢 我点了一下close 点了一下这个关闭按钮 又多了一个什么样 事件 好 搞定 停止 当你点了停止以后 大家会发现 在我们的脚本窗口这一块 就出现了四行代码 四行代码 那么这个过程 UFD在做什么事情 首先它是这样子的 第一步 第一步 我这个用记事本给大家写一下 第一步是选择 对应的插件 类型 这步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匹配UFD中 设定的什么样 对象容器 可以这样讲 设定的对象容器 如果被测对象是 这个比方说 比方说是这个windows 解构的 或者是我们什么 传说中的这个什么 S是什么呀 S是解构 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们在被测对象 启动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到我们UFD里面去 什么 利用它的属性 方法和一切可能的匹配模式 来试别这个对象 也就是说 事先根据你被测对象的什么 特性或者是类型 然后来加载对应的对象试别容器 这一步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如果说被测对象是windows 可以选择什么呀 这个visual是什么呀 basic加我们的什么 active什么呀 x这个模式 那么如果说你是bs这个的类型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web的类型 那这个第一步就是说 先根据你的被测对象选择什么呀 对应的什么呀 这个对象容器 它的目的其实是用来什么 匹配在我们录制过程当中 对应的对象 记住了 它跟我们其他的自动化 其实不一样 比方说性能自动化的话呢 那它实际上是走的协议层的 代码当这个方面自动化呢 它实际上走的是什么 编辑系统或者是什么 这个代码式的原理方面 那我们这里面主要是记录什么 对象的属性和方法 其实是记录我们每一个页面元素 或者是每一个界面元素 它的什么行为的 所以说事先你得先选择 对应的差点类型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 根据加载的什么呀 对象容器 利用什么呀 对象定义工具 进行对象的识别 那这种过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识别我们的录制过程当中 对象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对象 当我们在第一次选择 对应的差点类型的时候 系统就是UFD会自动加载 对应的什么呀 对象容器 然后呢会利用这样的一些 对象的属性和方法 就是什么呀 去比对 去比对我们被测对象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 属于哪一类的 那么这个过程呢 共有什么呀 四种 识别模式 那么第一种 第一种是什么呢 第一种是这个叫做 强制属性 识别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在哪里 应该是在工具下面 有一个对象标识吗 我们看一下 有个对象标识 工具下面有个对象标识 然后呢 我们选择standard windows 标准的windows对象 然后我们取其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这里面看到的dialog 对话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强制属性 大家看一下 对于这个对话框来讲 它有四个强制属性 也就是说 这强制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对基本上 通过他们的唯一确定 某一个对象 如果说这几个对 这几个属性 它对这个属性的指定 匹配出来 那么我们UFD 就可以把它认为 是一个dialog对象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一个类 然后呢 到我们这个类啊 在我们识别的过程当中 就把这个地方 就dialog log in 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实力化了 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对象 对吧 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是第一种 叫强制属性 那么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是辅助属性 如果说强制属性 没有办法识别的话呢 这个人可能要增加一个辅助属性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通过你的这个姓名 一般情况下 对一个学生来讲 或者对一个人来讲 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强制属性 但有可能会碰到这个什么呀 他的名字是从名的相同的 比方说他叫苍山 另外一个也叫苍山 这个时候通过他的强制属性 没有办法识别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他的一个辅助属性 比如说他的性别 他的身高 他的籍贯 对不对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什么 其他的属性来识别 如果说通过这个识别出来 也可以把它什么呀 描述成我们对象的容器当中 可能存在的一个根下 那这是第二种 辅助属性 那么第三种是通过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强制属性 第三种是什么 是通过这个叫做location 或者叫什么 序号标示属 我们这个UF店里写 序号标示属 什么叫序号标示属呢 假如说 假如说在我们识别的过程上 强制属性 辅助属性 都没有办法识别的 我举个例子 下来那个负选框 比方说我可能有一个 在一个表格当中 有落干条记录 每一条记录后面都有个负选框 它其实都叫负选框 你就没有办法到底识别它 不管强制属性还是辅助属性都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呀 序号标示属性 那么序号标示属性有两种 一种叫做location 还有一种叫index 什么叫location呢 在界面当中的位置 叫做location 也就是你所看到的一个表象 GI层面的叫location 但如果在程序设计当中呢 我们一般是什么 通过index 叫属影 下标 就像我们学这个编程一样的 数组 数组的下标是从零开始 对不对 一般都是零开始的 那么这个称之为它的index 那假如说是这样子的 比方说我们这里面有这样一个东西 男 男 男生 讲的是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 男生 女生 男生 男生 女生 好 如果说 如果说这是在一个软件的界面当中的排序 那location是什么意思呢 男生是零 女生是一 这个男生是什么 二 三 四 这叫location 那location的index呢 是同类事物的缩印 那么这个是零 这个也是零 这个是一 就是这个男生是一 二 一 这叫做index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 UFD当中啊 如果说通过位置属性来标识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通过index的 那么如果说是浏览器类型 还有一个可以通过叫创建时间 叫c 通过创建时间来识别 当然最正常情况下 你就不要出现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相对来识别效率会低一些 对不对 那么除此之外 如果说你还是识别 不会的 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种终极的方法 叫智能识别 智能识别模式 什么叫智能识别 就是把所有可能的对象的属性 挨个就比对一遍 如果能识别出来的 那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把Dialog这个对象 它所有的属性 也就是说我们UFD集成的Dialog这个对象 所有的属性都把它罗列一遍 跟我们录制过程当中 这个对象的属性性比较 全部比较 比较成功以后 觉得它可能是Dialog对象 就把它标识成是一个Login Dialog 那如果是所有的匹配属性都识别不了 最终会导致什么 对象无法录制 那这个是录制的过程 录制完了以后 在它的对象库当中会产生一个什么呀 会产生一个对象 当你所有的录制完成以后 在对象库当中会把这个对象给识别出来 那么这个对象叫测试对象 叫Test Object 一般我们称之为叫TO TO注意到 TO测试对象 它只记录了某一些对象的一些什么呀 一些基本属性方法 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基本就是它的强制属性 看到没有 它的强制属性 描述这个Login对话框的属性 这几个 这几个恰好就是我们什么呀 Login的什么呀 强制属性 在对象库里面的对象 一般称之为TO 叫测试对象 它的属性都是什么呀 在识别的时候 识别出来 在录制的时候识别出来以后 存到这个里面来的 它不代表所有的这个对象 所有的属性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点需要这个朋友们在学的时候 注意 你看我们刚才这个过程呢 涉及到了几个对象 五个 DKR Login对话框 OK按钮 两个输入文本 编辑框输入框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呀 是个窗体 这就是我们录制过程 产生的一个对象 那这个录制的原理呢 不知道朋友们 有没有听明白 也就是说 UFT首先 你要设置它的插件类型 这样做的目的是 把对应的 被这对象 可能匹配的类型 先加载到UFT容器里面去 就是先加载这个对象容器 到UFT里面去 然后 在录制的过程当中 通过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四种识别模式 二个识别 如果说识别出来以后 就把它加载到 或者是保存到我们什么样 对象库里面去 存到这个地方来 而存进来的这个对象呢 我一般称之叫TO 实际上是你的一个什么 希望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TO 然后的话呢 根据这些TO 根据这些所识别出来的对象 再把你鼠标和键盘的操作 记录下来 然后呢 反向编译 把你刚才这个动作 反向编译成一个什么 脚本代码 这就是我们通常常规 大家能认识的 看得懂的这个代码 那这个录制过程就结束了 这个录制过程就结束了 那么回放的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回放跟这个过程差不多 只不过回放的时候 是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它是从我们的 什么资源库里面 对象库里面 先把这些个对象 跟我们被测的那个对象 实际的运行对象 进行比较 如果比较通过了 成功识别出来了 然后再根据这个脚本 实行对应的业步逻辑 如果说TO里面 也就是对象库里面的TO 在我们实际的测试过程当中 它没有办法跟我们实际的对象 进行什么样 匹配成功的话 那它就会告诉你 对象不存在 那这时候就脚本没有办法执行 因为对象不存在我就没有办法运行 这些逻辑这本代码 而这个过程又产生了另外一个 叫R5 好 我写一下吧 TO和我们什么样 R5 TO是什么呢 叫test object 叫测试对象 R5是什么呢 叫run 就运行式对象 那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的对象 这个是什么呀 是测试过程了 你录制的时候那个对象 也可以一个原始对象 那我们在回放的时候 实际上是拿这个堆箱库里面的对象 跟我们实际的什么呀 被这对象进行匹配 比较通过 确实是跟这个堆箱库里面 对象是一致的 那这个是在调用我们对应的方法 属性方法做一些操作 从而实现我们的什么业务逻辑 也就是从而可以模拟我们用户的一个行为 如果说TO和RO没有办法匹配成功 那这个是什么 脚本就会提示你 就是UFD会提示你 对象找不到 对象不存在 你就没有办法怎么往下执行 所以这个就是回放的一个过程 其实跟录制差不多 那么通过刚才这样说的一个方法 就是录制回放 录制回放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 UFD实现了用户行为的一个模拟 可以这样去讲 在自动化测试过程当中 如果说你是基于代码层次的 像JUnit CPUnit 这样的一些工具 他基本上走的是代码 掃标方面的一些方法 那如果或者还是学 别人原理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如果是基于什么 协议方面的 比方说load runner 那他不太关注你的动作行为的 只关注你什么抵制数据 但如果说是基于GI平台的 或者是捕获用户行为习惯的 模拟用户操作的 基本上可以这样讲 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一个模式 不知道朋友们 原本离久刚才讲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讲这个 就是UFT对象识别的一个原理 和他什么 录制回放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回放 我们回放一下 大家看一下效果 当你点了运行的时候 还是启动对应的应用程序 然后模拟的一个行为 看到没有 1234直接往线运行 结束关闭 最后把这个运行结果显示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在测试过程当中 它大概的一个流程 录制回放的过程 OK 这块呢 给大家呢 就介绍这一块 介绍到这边 希望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 多听一听 多看一看 纯粹的录制回放 其实意义不大 但是你要理解 它是什么样 整个什么 过程 叫知其然 虚知其什么样 所以 希望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 更深入一点 更深入一点 好 那咱们下次可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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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